欢迎收看新网知晨TV新闻搜寄 我是王静怡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胡锡进发文几乎文革绝不能翻案之后迅速删帖 朱令被害凶手孙维在澳洲遭网友讨伐 美国经济学家表示 华尔街投资者撤出中国 走线中国人暴增 分析认为是中共解体前的难民潮 移民大军向美国推进 乌林肯突然访问墨西哥 在广告时间里 我们来分享三高代谢宝的客户反馈 有位客户非常认同三高代谢宝的制作理念 他说购买这样的产品让他感到非常心安 三高代谢宝秉承中国道家理论 视人体为一个小宇宙 拥有自我疗愈的能力 这款产品以独特的古法配方 提供身体自愈所需的必要原料 全方位的调节和平衡人体机能 从而激活自然的疗愈过程 台湾亚小姐的母亲患有老年失失症 但是在服用三高代谢宝四个月之后 症状明显地改善了 精神状态也变好了 三高代谢宝为您带来全面而持久的保健效果 众多的见证者反应 不论是高血糖 高血脂 高血压 高尿酸 痛风 还是慢性的发炎 使用之后都有显著的改善 想了解更多的详情 请关注健康520的官方网站 好的 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习近平为了巩固政权 近年积极将反对势力拉下马 并且试图在国内鼓吹斗争风气 鼓励下属举报领导 学生举报老师 家人互相举报 宛如文革在线 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27号 突然在微博发文疾呼 文革绝不能翻案 但是文章发出之后没多久 胡锡进似乎就清醒了 赶紧的将文章删除 但是还是被网友备份下来 引发热议 胡锡进微博写道 文革时的一些做法 也不会允许死灰复燃 我们大家都要避免陷入激进主义 包括老胡在内 都应提高这方面的自我警觉 在网上让我们都不对机构和个人 搞构陷 乱扣帽子 喊打喊杀 有争议时 就事论事 批评可以严厉 但绝不以整人和以打倒机构为目的 让我们谁都不煽动仇官仇富仇知识分子 都不鼓励在内部搞无情斗争 不把对外斗争朝仇外方向引导 都促进宪法秩序下的社会和谐与包容 网络不偏激 不误导民众的情绪 和官方对民意的认识同样很重要 网友们纷纷议论说 雕盘离开体制之后功力下降 最近好像雕得不太准了呀 难道胡雕盘准备改行做吹哨人了吗 我看还是因为习加速太猛了 胡雕盘气血冲头受不了了 皇上的昏庸无能 让太监也害怕了 胡锡进这是要碰皇上的逆琳啊 感觉胡锡进时日无多了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 虽然这篇文章发出没多久就被删除了 不少中国网友也涌入了胡锡进 后续发的贴文询问为何要删文 华侨作家李颖分享到推特之后 墙外的网友纷纷表示 皇上的昏庸无能 让大太监也害怕了 本来没什么 就突然删了 这就有意思了 胡锡进是个聪明人 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 他非常清楚那个是非不分 群魔乱舞的年代是个什么魔鬼情形 平时替党国分忧 洗洗地刷刷墙 小打小闹也就罢了 真要回到那个年代 肯定是不想的 23日清华大学校方发文确认 多年来与病痛抗争的 他证毒案校友朱令 于22日去世 消息一出掀起对当年案件进展的讨论 再度引发网友们的关注 据悉朱令是清华大学化学系 物理化学和仪器分析专业 92级的学生 1994年末开始突发怪病 1995年4月28日 被确诊为剧毒物他证毒 而与朱令同宿舍的女生孙维 当时被认为是唯一 能够合法取得他严 并且接近朱令的人 北京警方曾对孙维展开调查 但是由于他中毒测试报告出得晚 犯罪痕迹物证已经灭失 据了解他中毒让朱令的智力 视觉 机体和语言功能都遭受了损伤 留下严重的后遗症 生活无法自理 得由年迈的父母照料生活起居 而孙维却仍然逍遥法外 26日 微博账号万新谈威发微博说 孙维终将无助可逃 现在澳大利亚华人已经出手 华人社区为朱令案发起请愿活动 向澳大利亚国会施压 随着越来越多澳洲华人的加入 他们希望国会能够在压力之下采取行动 类似于美国国会命令法官 发布遣返孙维的命令 嫌犯孙维曾因发起的 10万人白宫请愿遭到驱逐 化名孙世言逃至澳大利亚 现在正在被全澳大利亚华人圈 联合集体签名抵制 要求把孙维驱逐出境 相信不久的将来 澳大利亚政府也不会背着一个 熔流投毒犯的骂名继续保护孙维 还有网友挖出孙维的过往写道 孙维跑到美国被华人请愿驱逐之后 潜逃到澳大利亚搞起了装修生意 二婚嫁给了一个犹太人 他的账号空心菜没有心 遭网友曝光之后改名为雪兔子 网友高度怀疑空心菜没有心 就是孙维本人的账号 跟铁石用第三人称说 又不是孙一个人干的 这是一个新线索 孙维简直是过街老鼠 却还想不断的洗白 结果不小心却露出了马脚 据说小红书上的悉尼成哥 已经向澳大利亚国会递交申请 目前还在审核阶段 如果通过 所有人都可以向澳洲国会网站签名 讨伐孙维为朱令讨会公道 朱令已经去世 但是正义还在继续 经济学家艾茨拉蒂26号 在英文大纪元撰文说 华尔街投资者认识到 在中国的投资组合 是一个糟糕的选择 艾茨拉蒂的文章翻译如下 华尔街似乎赞同美国政府 在贸易和经济上对中共的敌意 这已经导致美国流向中国的投资减少 投资者担心中国金融面临巨大 且不断增长的可疑债务负担 对中国总体经济放缓 以及最近四季基础设施的措施 没有产生效果表示担忧 他们不无道理的怀疑 这是否预示着中国经济存在 更为根本的问题 以及回报前景的暗淡 根据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报告 美国资金流入中国股票和债券市场的数量 急剧下降 尽管不久之前 该管理局报告说 美国资金在中国的投资 达到高位 2018年 即便时任总统川普 开始对中国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 美国投资者仍然净投资了 约170亿美元 购买中国股票和债券 尽管疫情爆发 2020年的净流入增至360亿美元 2021年净流入也接近200亿美元 但是在2022年净投资几乎停滞 截至2023年的10月份最新发布的数据 净流出规模达到了约310亿美元 多年来美国投资者对中国的热情促进了几个专门从事中国投资的私人股本基金的发展 根据跟踪替代投资资金流动的私人顾问公司的数据 截至2019年 以中国为重点的私人股本基金吸引了高达1400亿美元 其中大多数资金来自个人和养老基金 到2021年这一数字已经减少到了930亿美元 2023年截至到10月份资金流入已经减少到了仅有40亿美元 华盛顿的态度无疑对投资者的重新思考产生了影响 自2022年以来拜登政府一直在与中共打贸易战 拜登保留了川普政府在2018年和2019年实施的 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 此外拜登禁止向中国出售先进半导体 并且限制美国人在中国科技领域的投资 美国企业和投资者关注的首要问题 是中国巨大而不断增长的可疑债务 许多在美国的投资者持有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的债务 几乎所有的这些开发商都面临违约的风险 由于涉及的损失和潜在的损失 自然使所有投资者对向中国输送更多资金产生了戒备之心 更重要的是 这些不良债务给整个中国金融带来的负担 有人担心 即使那些与开发商债务没有直接关联的公司 也会因此而遭受财务影响 其次 是中共地方债务过大 几乎没有美国人直接持有这些债务 尽管如此 他们担心 如果这些债务的支付被暂停或者是延迟 或者是如果债务所带来的负担前往了地方政府的支出 那么在中国的任何投资都可能受到影响 在更一般的层面上 美国投资者担心不良债务的沉重负担 无论其来源如何 都将限制中共金融支持 可能促进经济增长的新项目的能力 从而影响对中国投资的回报 此外 经济增长速度的普遍放缓 也是一个考虑的因素 当初对中国股票和债券投资的吸引力在于 曾经可靠的快速增长率 预示着有吸引力的回报 但是最近对基础设施实施的经济刺激措施 并没有像过去那样产生强烈的积极效果 尽管在投资界很少人对这些失败提出解释 但是投资者担心 这可能预示着中国经济性质的更为根本 和不具吸引力的转变 仅仅是这种担忧 就足以促使投资者寻找新的其他方向 面对所有的因素 加上中共党会习近平 对国家安全的近乎痴迷 使得收集对投资决策至关重要的数据几乎变得不可能 因此很容易理解 为什么华尔街已经失去了曾经对中国投资的巨大热情 由于华尔街的担忧阻碍了中共获得这种必要的输入 这可能导致内循环的经济停滞甚至是衰退 近日 一位自称走线第一人 对大纪元时报表示 中国人走线潮的实质 是又一波共产主义受害者的难民潮 意味着共产党存在的时间进入倒计时 建议美国政府对走线来的中国人给予这样的定性 并为他们快速发放工作许可 把他们保护起来 维克多尔曹是中华民国海外公民委员会秘书长 在抵达美国的走线中国人激增之后 他成立了中华民国海外公民委员会 沦陷区走线同胞援助中心 他本人是在六四事件后偷渡到缅甸 然后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之下 于1991年1月份来到了纽约 最近他执行美国国会 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赦委员会主席 加拉格尔指出 中共解体前的难民潮开始涌现 他们是以共产主义受害者的身份进入美国 这一拨人的年龄很多是三四十岁 有的甚至才二十岁左右 他们大多数都是改革开放后 才出生的 是中国的经济蓬勃发展后成长起来的 但是他们今天也要逃离 他建议美国国会应对从中国大陆出来的走线人 多开听证会 多听听他们对共产党的控诉 并且制定一套法规 来帮助这一群特殊的人群 维克多尔曹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我们来创一个新的词汇叫中共国 《九评共产党》一书把它讲述得很清楚了 它是一个极权政权 非正常的政权 具有土匪的性质 流氓式的政权 那里的中国人是这个邪恶政权的受难者 美国国会对抗中共委员会提出了 把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分开 前国务卿彭佩奥也有这样的提法 这是鼓励这些共产主义受害者 走出国门投奔自由的一个动力 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分开的典型群体 他建议说 我希望美国政府可以把他们定位成 共产主义受害者 以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分开的一个群体 然后立法来帮助他们 在给予他们保障的同时 也可以配合美国对抗中共的政策 有助于解体中共 美国这样做之后 各国政府也会参考 27号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前往墨西哥 希望在解决移民激增问题上取得进展 随着2024选举年的到来 移民问题已经成为拜登的第一大政治难题 美国最高外交官这次不同寻常的圣诞州之行 是突然安排的 因为共和党向拜登施压 要求打击移民 以换取国会同意他的一项关键优先事项 支持乌克兰 布林肯和国土安全部负责人马约卡斯 将会见墨西哥总统奥布拉多尔 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声明中表示 官员们将讨论西半球前所未有的 非正常移民问题 并且确定墨西哥和美国 应对边境安全挑战的做法 奥布拉多尔22号曾表示 墨西哥将加强我们的计划 以应对前往美国的移民 其中很少有墨西哥人 此前墨西哥政府也表示 在执法方面已经到了极限 据与拜登及川普与墨西哥达成的协议 墨西哥已经至少暂时同意 接纳寻求进入美国的移民 蜂拥前往美国的非法移民 主要是来自中美洲 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摆脱本国的贫穷和暴力 近几个月以来 从地中海和美利瑞拉前往墨西哥的移民数量 也有所增加 26号 数千名移民和寻求庇护者乘坐的车队 缓缓向北穿越墨西哥南部帕恰斯州 希望抵达美国边境 27号 移民和寻求庇护者沿着墨西哥南部城市 科马尔蒂特兰镇附近的高速公路行走 目标同样是美国 这些人举着携有摆脱贫困的横幅 今年穿越横跨哥伦比亚和中美洲的险恶 达连峡谷的人数已经超过50万人 是去年记录的两倍 拜登向国会提出的一揽子计划 还将资助1300名额外的边境巡逻人员 以帮助解决移民问题 今天的新闻速递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王静怡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